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普京在今天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 现在是5月7号 北京时间是在下午的5点 他正式就职 宣誓就职 应该是他的第五个总统任期了 执政至少至2030年 在24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 普京是以87.28%的得票率连任俄联邦总统 创下了俄总统选举历史的记录 新高 普京是在昨天与政府成员举行了会晤 同时说要巩固加强俄罗斯国际地位安全主权 是政府工作核心 对本届政府的工作也表示了感谢 参照之前新当选的俄联邦总统就职仪式 等等一系列的规则 总统旗是位于国家元首旁边的 宪法正式文本是位于典礼台上的右手边 左边是总统的徽标 现在正职是俄乌冲突期间 俄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 所以这个期间宣示就任总统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俄宪法也已经是启动了新一届政府组成程序了 按照宪法规定 俄罗斯政府将在总统就职仪式后辞职 然后内阁成员将代理职务直至新内阁组成 当时99年12月21号 叶利钦将一本俄罗斯宪法授给了普京 当时是99年最后一天的时候 普京被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任命为代总统 在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 普京时代开启 咱们说普京这次连任之后即将要访华 首先他应该是在能源领域对中国有可能让步 还有什么呢 还有现在哈斯坦也传出有新的石油管道 要从哈斯坦到中国 这都是重大的消息 包括什么呢 普京应该是要与西方北约要打核战 现在都有这个想法 所以这一系列行动 其实西方的命运就掌握在俄罗斯 这位普京手里 所以普京的一举一动 我觉得全世界人都关注 咱们这一期主要谈的是他就职之前 就职当中有一些细节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俄罗斯的宪法 俄罗斯联邦宪法总统就职仪式是在上一届总统6年任期届满之后 或者是中选之后 然后由选举委员会公布结果30天之后要举行的就职仪式 2000年之后普京所有的就职典礼都是选在5月7号 这个57号 这个数字在美国人是非常吉利的 其实在俄罗斯看来普京也是很认这个数字 此次就职典礼举办地选择在科里姆林宫 对普京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 俄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的就职典礼就在大礼堂 92年改成了科里姆林宫 国家科里姆林宫 2000年5月6号 普京首次就职总统前夕典礼举办地正式搬到了大科里姆林宫 有人提议在户外 但是被直接否计了 因为安保工作没法做 仪式通常是在莫斯科正午时分 就是北京的下午点正式开始 持续时间是没有阳哥规定的 2000年的典礼持续了半个小时 04年典礼是20分钟 可能今年要直播 现在俄国家电视台的直播时间预报是一个小时 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时常现在不定 但是法定程序肯定是要走完的 法定程序里边 首先就是总统卫队士兵迎接国旗 元首旗 总统徽章 还有特制的宪法副本入场 这三样必须到 国旗 元首旗 总统徽章 四样还有一个宪法副本 宪法副本和总统徽章 都放在主席台上 分别至于发言人的左右手 宪法法院主席 国会上下两院发言人 做见证人处长 选出的总统 要首服宪法 然后宣誓 誓词给他说一下 誓词是这么说的 我宣誓 在履行俄罗斯联邦总统职权时 尊重和保护人权和公民自由 遵守和捍卫俄罗斯联邦宪法 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安全和完整 忠诚服务人民 然后新总统将向全体国民发表讲话 通常是总结成就 展望未来 2000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宣誓过 04年也宣誓过 他当时说比如说04年 说我们过往赋予的力量 即便是最辉煌的历史 也不能确保我们过上刚好生活 这种伟大必须得到加强 由我们这一代公民的新事业予以加强 这讲话结束后 是按照正常规则 李炮三响 总统离开 安德烈耶夫斯基大厅前往 主教堂广场 安德烈实际就是勇敢的意思 检阅克里姆公卫队 然后克里姆公发言人 佩斯科夫已经透露了 今年的旧式典礼 与以往相比有些差别 差别其实现在看 会不会是有一些 既然是战争 肯定是有一些会见英雄的场面 会不会让纳粹骑士扔满地 会不会扔一些和乌克兰骑士 我估计 我猜的 我估计可能概率很小 因为毕竟处于战胜状态 他会不会和这些战斗运行见面 咱们谈一下这个天然气管道 我觉得所有人其实最关心的 就是哈萨克斯坦这个天然气管道 这个计划应该是俄罗斯最新的 是每年要通过哈萨克斯坦 向中国输送约350亿立方米天然气 之前是通蒙古 现在又通哈萨克斯坦 蒙古其实尤其是弱小 哈萨克斯坦还比较强的 美国人去在哈萨克斯坦 搞颜色革命 上一次失败了 上一次用这个被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托阿姨会这样 但是蒙古可不一样 蒙古这个政治非常脆弱 所以我觉得哈萨克斯坦 如果搞这个天然气 可能比蒙古要更现实 哈萨克斯坦驻俄罗斯大使阿巴耶夫 接受塔兹热采访明确说的 说俄罗斯计划建设一条 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管道 目前建设时间 天然气价格有关计划细节 尚未确定 但仍处于谈判 俄罗斯就是不愿意走新疆 看到吧 其实新疆 新疆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这么一个二泰山 是吧 连接的俄罗斯 怎么就不能走呢 他心里边看来是 就希望通过其他第三国 间接能控制这国家 塔斯社是这么说的 4号说 阿巴耶夫明确说 原话我们想充分利用我们的运输潜力 路线图已经迁入了 看来路线已经确认了 我们正在谈论每年供应给中国350亿立方米天然气 将使哈斯坦东部东北部地区天然气成为可能性 那计划细节 阿巴耶夫向记者透露说 路线图已经签了 说现有的价格谈判过程正在进行 总的来说 有一个愿望 有一个谅解 一些细节仍在讨论中 所以不排除这次普京访华 可能谈的不光是蒙古天然气管道 连哈斯坦也一起打了 但是哈斯坦的阿巴耶夫也没有说明 俄罗斯经哈斯坦向中国输送天然气 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每年350亿立方米 路透社是这么说的 俄罗斯这个潜在的经哈斯坦向中国通气的输送量 首次是对披露了 以前是绝对保密的 你这量是多少 阿巴耶夫所阐述的新管道与中国目前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西伯利亚力量一号 输气量是相当的 公开资料是19年起俄罗斯 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向中国供气 输送的年 预计是380亿立方米 25年要达到 你看19年 它合同期是30年 19年开始输送 你可以算一下 它输送有30年 预计25年要达到380亿立方米 欧洲其实曾经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主要市场 俄战争之后就减少一半了 天然气管道 现在这个细节没有透露 但是很多人分析了 这就是俄罗斯要增加对亚洲天然气的销售量 中国很淡定 中国并不急于向俄罗斯采购 所以这次普京就职典礼之后 他可能就首先要访问中国 谈的可能就是两条线 一个经蒙古 外蒙古的 一个经哈斯库斯坦了 他就死活不愿意搞一个中俄直接管道 东北这个没问题 但为什么就新疆那个不行呢 会不会心里边还是打新疆的主意呢 沃斯科时报是这么说的 二年底的俄罗斯启动了哈斯坦乌兹比克斯坦就建立天然气联盟 这个讨论 主要是向中亚国家还有中国在内第三国市场供天然气 之前的哈斯坦能源部也说26年俄罗斯途经哈斯坦的天然气运输量将从23年的30亿立方米增到110亿立方米 俄罗斯多年来是一直与中国讨论穿过蒙古的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 现在看蒙古有可能要废了 主要是他那个国家搞完颜色革命 他那个国家非常弱小 基本没有反弹能力 而且很危险嘛 咱们讲他这个国家弱小的话 他控制力非常弱的话就很危险 一个军阀给炸了就炸了 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 等设计当时是年输送量能达到500亿立方米 有外媒猜测呢 俄斯将天然气转向中国 就是因为这个标志性的 就是这个蒙古的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 每年500亿 你现在看走哈斯坦是350亿 其实中国用不上这么多 中国更多还是要从这个卡特尔 从中东从海上来 你先看俄罗斯实际在疯狂 在扩张自己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那你要扩张肯定要谈价格 可能也就意味着普京在这个价格上 就是我价格给你降 但是你给我多采购器 量你给我加 然后我给你加量 然后你这个价格能降下来 中国现在看的蒙古也要 哈斯坦可能也要 最后再补充一个消息 之前咱们介绍过俄气 23年亏了6300亿卢布 这明显是俄能源出口要调整 这个俄气如果俄罗斯普京不救它 那真的就是完蛋了 整个俄罗斯财政 所以这等于是对中国的有利 因为中国在跟俄罗斯谈价格 这时候俄气亏损 这个消息对俄罗斯非常不一 整个西方正在猜测 这个俄罗斯23年 这个俄罗斯天然气俄亏 俄气虽然也尽量减少支出 但是很显 这个摊子太大了 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俄罗斯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尽早的把它转向中国 所以看这个巴布德是 蒙古也输气是500亿 这边是哈斯坦350亿 实际就是拼命的往中国输气 有人说中国为什么不要 中国不是不要 中国在转向核电 核能 而且中国是多氧化 也不止天然气 唯一的能源 他实际就是想尽快通过 远东的管道 与中国敲定最关键的 就是说西伯利亚力量 二次通膨的500亿立方米 这是他核心 这个项目落地之后 每年可能到中国的500亿 再加上哈萨克斯坦的350亿 就是走黑龙江那个350亿 算一下 接近应该超了1000亿立方米了 海上铁路在运一些 对吧 你可以想想 完全是把欧洲市场份额转向中国 大家知道 俄方和中国谈的能源价格是 叫肇富不易的原则 什么意思 我谈完之后我先给你钱 我中国先给你钱 30年的公气 我先给你钱 就代表中国未来是一定要支持普京的 你看吧 中国如果不支持普京 我先给你钱之后 后一个总统能不能给我气还不一定呢 所以我中国给了你普京钱之后 一定是要支持普京的 未来至少到合同期 他一定要先从中国拿一些预付款 然后缓解他的财政压力 所以现在看他就指着这几个合同 哈萨克的蒙古的这两个合同 摆在俄方面前的现实就是 西伯利亚力量二号 因为价格问题卡在这了 中方根本就不着急 俄方之前想在去年就签了 现在看中国根本不着急 谈到现在与中国耗下去 价格问题现在很显然成为了核心 这个时刻他这个年营收报告出如亏 巨亏 我觉得对中国很有利 他可能要放弃一些对价格的追求了 首先你保护这个企业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事 所以不久后的普京访华 可能就围绕蒙古的 包括哈萨克的这两个超级大单 可能要做博弈了 换句话说他又能妥协了 那就说我给你的量增加 同时你个价格我同意降价 就给你量增加 那你看总的 如果这么一算的话 总的既解决了俄罗斯的 这个需求的资金问题 同时也解决了 是吧 中国这块 担心只压住一个 外蒙古这个西班牙力量二号 我们担心再经历一个北极管道 是吧 所以我们等于分散 我觉得俄罗斯也会同意 比较 我感谢您的观看